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呢 是福斯的POLO 這一台呢算是五代 年份的話應該是大概14年15年 這一台是1.6升NA的引擎 那今天要做的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這一台的底盤呢 其實有很多的VHC車系都是共用的 譬如說Audi的A1 或者是Skoda的Babia Rapid 都是大概共用這樣車款的底盤結構 前面是麥花城的系統 後面是扭力量的系統 那它的後面懸吊系統呢 需要沿用原廠的後上座 那這個是15吋的鋁圈 改裝後的尺碼呢 有比原廠的小了一點點 它的外徑呢正常來說是195-60-15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是扭力量 含黃跟VMG分開 這是VHC車系裡面小車呢 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懸吊系統 那後面我們所配置的公斤數呢 是3公斤 算是比較偏向舒適的設計 後面的上座呢 剛剛提到過了 上座的部分要沿用 在上座的下方有一個阻尼的調整機構 這個鏡頭中藍色的這裡的調整鈕呢 銀色的機構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從這裡呢 順時針轉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那車高的調整呢 KT的它的是軟硬 還有高低都能調整 車高的調整呢 從彈簧的上方 這個Hilo Key呢 這裡來做調整 今天的車高呢 預計降低 大概剩下 兩尺到兩尺半左右 這是3公斤的 那後面的 安裝特別的技巧呢 就是彈簧的部分呢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車高的話 是從這裡來做調整 那後面的桶身的長短呢 它只是在做彈簧的預載 那最主要的安裝技巧呢 就是後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KT的用料 在主尼友的部分呢 裡面所填充的主尼友 是意大利IP的主尼友 這是從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並不是這個 的品牌 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那油封部分 所選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是原廠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前面呢 原廠就已經沒有上座的設計 它只是一個橡皮 再加上指推軸層 所以前面的上橡皮呢 跟指推軸層的話 是需要沿用的 另外這台車 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連呢 比較上方 那改了KT的時候呢 它的固定連比較往下延伸一點點 所以它的離載串呢 我們會附一個比較短的規格 讓技師可以順利的安裝 那前面的話 目前還在安裝當中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好了 前面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200長5公斤 這後面的話 它是前疊後骨的 算是小車系列的 煞車配置 現在正在調整的是車高的部分 那剛剛提到過的 離載串的話呢 就是要換成比較短的規格 它前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上市版的下方 這個離載串呢 會需要換一個比較短的規格 前面的上座呢 在這個市版的下方 在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尾的調整 那剛剛提到過的 上座的部分 有一個指推軸層 它已經埋在裡面了 所以阻尾調整的話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建議大家KD的話呢 會有附一個黑色的防水鈕 要做好防水 因為這個上座呢 我們把鏡頭拉遠 它是在室蓋的下方 所以這裡還蠻容易會做汽水的 所以這裡的話呢 安裝完畢之後 要做一些防鏽的工作 那這顆是1.6升的五代 Polo五代的NA引擎 六代的話 好像前幾天有分享過的 有1.0升的渦輪 還有Polo 還有一款是台灣 還有輕一款是Polo 六代的是GTI 也是EA888 配上六速的DSG 非常強悍 那車主還有改裝了前面的大燈 這是前面的大燈 這是相似漆帶的造型 前面好像安裝好了 前面在這裡 那這些有一些油管固定架的部分呢 我們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都有符合相關的一些安全的規定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5公斤的彈簧 因為這台車的車重其實大概1,000到1,100公斤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配的台灣公斤數是比較輕的 比較舒適的 那車高的部分 原廠大概是 因為改的輪胎的規格是比較小 所以剛剛原廠的話大概是4到5指幅 後面的話還更高一點點 所以預計降下來之後呢 前後大概是2指到2指半左右 當然在視覺上的話就會好看很多 OK 以上是今天的POLO5代的安裝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開同款車的話呢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跟我們聯絡 也歡迎到我們經銷商或者是台中的工廠呢 都有提供試乘車呢 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那今天很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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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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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